我们在很多读物上都看到过这种文章 雷达是根据蝙蝠发明的 甚至语文课本里面也有一篇课文叫做 蝙蝠与雷达 课文里面提到了一个科学家 拿蝙蝠做了个实验 发现蝙蝠的嘴能够发出超声波 进行回声探路 于是科学家就模仿蝙蝠的特异功能 发明了雷达 似乎雷达鼻祖是蝙蝠 这个概念已经根深蒂固了 所有人对它都深信不疑 雷达是不是根据蝙蝠发明的 这个问题我们暂且画个问号 先来捋一捋蝙蝠实验和雷达的由来 正如小学课本里面所描述的 18世纪 意大利生物学家斯巴兰扎尼 进行了一项蝙蝠实验 他把蝙蝠关在完全漆黑 且没有任何障碍物的房间里面 发现蝙蝠好像不会飞了 难道是光线太暗 蝙蝠看不清东西了吗 于是他又将蝙蝠的眼睛给遮住 放入不有障碍物的房间当中 发现蝙蝠又可以正常飞行 却没有碰触到任何的障碍物了 但当他将蝙蝠的耳朵塞起来之后 蝙蝠又开始横冲直撞了 于是斯巴兰扎尼就推断 蝙蝠是通过听觉来导航的 遗憾的是斯巴兰扎尼的结论太超前了 那个年代超声波尚未被发现 人们无法理解耳朵是如何辨别方向的 因此他的观点不仅没有在科学界产生重视 反而引起了科学家的一片嘲讽 一个多世纪以后 美国哈佛大学的皮尔斯教授 在1938年设计出一套 可以探测超声波的设备 通过这个装置 他首次发现了蝙蝠能够发射超声波 又过了两年 格力芬与高拉姆博士通过实验证明 蝙蝠能够用嘴发出超声波 并且能够用耳朵来接受遇到障碍物 反射回来的超声波 从而进行导航和定位 1944年 格力芬将蝙蝠的这种本领 命名为回声定位 好了 蝙蝠回声定位的来龙去脉 我们已经搞清楚了 现在我们再来聊聊 军事战争的那些事情 1888年 物理学家赫兹发现了电磁波 无线电报 无线电收音机 无线电广播 相继问世 20世纪呢 电磁波已经能够用于 海上目标的探测了 1904年 德国工程师赫尔斯迈尔发明了一个能够探测船只的装置 这种设备呢 可以发射接收电磁波 1922年 美国海军在海上航道两侧安装电磁波发射和接收装置 用于探测来往船只 这些装置呢 被认为是早期的雷达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飞机呢 被投入使用 各国开始秘密研制侦查飞机的仪器 1934年 瓦特偶然发现无线电波可以在荧光屏上显示出来 次年二月 瓦特呢 就研发出来了第一台可以探测飞机的雷达了 该雷达可以发射出波长为1.5厘米的微波 探测距离可以达到80千米 1936年 瓦特协助英国打建了第一个雷达战 不仅是英国 美国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日本 苏联 荷兰等等国家呢 也在同期开始研制雷达装置 到了1939年 雷达技术已经十分成熟了 并且在二战当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因此啊 最早期的雷达 早在1922年就被研制出来了 而当人们发现蝙蝠能够发出超声波时呢 雷达技术已经在军事上获得实际应用了 看来雷达的发明和蝙蝠还真的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啊 不仅事件时间线证明了这一点 二者的形成原理其实也不相同啊 蝙蝠回声定位使用的是超声波 超声波呢 是一种声波 声波的传递是需要介质的 因此在真空环境下 超声波是无法传播的 而雷达使用的是电磁波 电磁波的传播呢 是不需要任何介质的 既可以在空气当中传播 也可以在真空中传播 看来雷达的发明最多就是受到了蝙蝠回声定位现象的启发 二者其实完全是两个独立的事件啊 我们都被这种表面现象的关联性给误导了 看来科学之路上我们还要多一些刨根问题的精神 多持一些怀疑精神 也许未必是件坏事